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鼻子 这个鼻子 我们在画这个人像的时候 这个鼻子特别难画 很容易画平 这个画平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一旦这个光线它不是很明确具体的时候 我们就这个鼻子这种体块它就很弱 所以我们理解的不够就导致我们这个鼻子画出来 它就很平 很平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解一下鼻子 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好 那首先看到我们左边这一块 左边这一幅是我们这一个鼻子的结构的体块的分析 结构体块的分析 那么在这个结构体块分析里面 你们也看到老师用红色的这种文字 把它的主要的一些古典 包括一些这个结构给它标示了一下 同时也把它这个体块给它进行了一个明确的指示 明确的指示 好 大家看一下 鼻根的位置 然后鼻梁大家看到这个是鼻鼓的位置 鼻鼓的位置 然后高光的这个位置在什么位置呢 高光的形在什么地方呢 老师也把它标准出来了 标准出来了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鼻子的体块 你看到我们鼻梁这一个面一块 然后鼻侧两边 看到没有 鼻侧两边把它区分出来 然后鼻底一个面 在画到鼻翼到鼻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几个面呢 鼻侧 你看鼻翼的侧面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个三个呢是到了第三块呢是到了这个鼻头的这个位置 鼻头的侧面 三四五六七看到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看它分出了很多这种体块的关系 分出很多这种体块的关系 那么这个是我们一个鼻子的一个 它的结构上的一个造型 体块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解 好 我们看到 那么这一块呢是我们鼻子的光影的一个表现 我们对照着左边的这个鼻子的结构去看 那这一块呢 大家看到这里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是鼻梁的正面 对不对 好 这边呢是鼻侧 两边的鼻侧 好 然后这里是鼻底加头印的形 鼻底加头印的形 好 我们看到 我们在表现这个鼻根部 这个鼻根部相对会灰一点 鼻根部相对会灰一点 然后这个呢 大家看到这个往下面走的 这两个点是什么呢 是鼻骨 是鼻骨 也就是我们这个鼻子上面的这个骨点 我们要去卡的 同时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这个画鼻梁啊 你看到这个鼻骨的这个造型 这是一个八字造型 是不是一个外八的 看到吗 一个外八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一个梯形 一个梯形 一个倒梯形 倒梯形 往里面走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 它的鼻骨的什么 它的方向啊 它的形的方向 它的起伏转折的方向 然后这个呢 是什么呢 这个是高光的形啊 鼻子高光的形 好 我们对应的左边来看一看这个 鼻梁啊 鼻侧啊 这个到鼻头的这个体块啊 1234567 对不对 很明确很明确 我们把它过渡出来啊 过渡出来 然后画鼻子要注意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在画鼻头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这个 鼻头的棉岸交界线啊 这个鼻底 这块棉岸交界线的做强烈啊 重下去 你看重一点啊 就减弱啊 再重一点啊 重一点 减弱 再重一点 再到后面变得虚一些 把这个结果把它强调出来 那么把这个棉岸交界线做强烈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鼻头鼓起来 鼓起来啊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投影的形呢 把它强调一下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鼻子呢 它的底部的形啊 大家看这一条形啊 不要去抠啊 一抠呢 它就很平啊 这种空间就弱了 明白吗 就弱了啊 所以画手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从这个鼻底呢 也不要把它抠得很生硬啊 很死板啊 让它自然的虚到里面去产生一定的一个空间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侧面的啊 四分三侧的一个关系 大家看这是一个大关系啊 这个可以去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理解一下 那么这个理解呢 也是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啊 那么这个是做了一个大关系 通过这个大关系去理解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啊 它的造型 几块关系 好了啊 那么这个鼻子呢 啊 这个是一个 呃 跟大家在这里分享的 就是我们就怎么去画好一个鼻子 然后画鼻子要注意的一些啊 一些难点和重点 好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